如果你要將手機裡面的遊戲 在電腦OBS直播 比如說我這邊有個這個俄羅斯方塊 在電腦OBS直播 你必須要先將你的手機 轉成HDI輸出 你可能要準備一個這個USB-C的Hub 然後呢他的HDI輸出呢 在連接一個 帶有HDI環出的這個擷取卡 一路的HDI就可以連接到這個 電視的嘛 USB輸出就可以連接到電腦OBS 當然啦你在做直播的過程中 你還要邊使用邊充電 你可能要再多串一個這個 變壓器 所以連接方式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手機啊連接這個Hub HDMI的輸出 連接到這一個 帶有環出的這個HDMI擷取卡 OBS可以打開來 那另外一個環出 就連接到你的電視了 當然啦你手機還要這個 邊使用邊充電嘛這邊 那麼你還在接一個變壓器 所以啊你總共要串的三個東西 變壓器 還有一個這個Hub 還有一個視訊的擷取卡 這個俄羅斯方塊 原來啊你要將你的手機的遊戲 在電腦OBS直播 還要顯示在你的電視 還要邊使用邊充電 竟然要串了這麼多的東西 於是乎啊原剛在2024年的年底的時候 他開發了一個新的產品叫做 GC313 Pro 這個產品啊可以將 所有剛剛串的那些東西把它整合在一起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介面吧 你看哦這個地方就是 HDMI輸出就連接到你的這個電視 然後這個這個USB-C的地方啊就連接你的手機 然後呢 這個地方有電腦的符號 就連接到你的電腦OBS 所以連接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這個手機的USB-C啊 就連接到這個GC313 Pro的這個地方 然後他的HDMI輸出啊 你就可以連接到你的電視了 然後這邊有個 電腦的這個符號 就連接到你的PC OBS 所以你看哦 一顆GC313 Pro就可以解決掉 剛才講的設備 你就可以想著說啊這個GC313 Pro 他就是一個 超強的這個電源供應器 然後他帶有這個HDMI的擷取卡 還有USB-C的HUB都整合在裡面了 你看哦一個簡單的這個GC313 Pro一個 正方體的一個方塊 他就整合了變壓器嘛 邊使用邊充電啊 還有呢這個USB-C HUB是幹嘛 轉成HDMI出來嘛 HDMI出來再接這個擷取卡 就整個這三樣東西了 你可以想成說啊 這個GC313 Pro 他就是一個非常強悍的這個充電器 那技術火紋上升的我 我一定會想說 他到底是什麼擷取卡的IC在裡面的 我們在講之前 我們先分享一下說 擷取卡到底有哪些 IC構成的 首先啊你HDMI訊號進來 還有接一個RX 通常你要接什麼IT 半導體的 他吃到HDMI訊號 把它分離成這個影像跟聲音 聲音去處理 那影像部分呢 因為進來影像有可能是720P 有可能是1080P 出去不一定也是1080P 所以他要有個縮放的動作 這個叫做Scalar 有一個IC 然後最後把這處理完的這個IC 就再合併成一個USB的這個 Bridge 再讓他丟到 你的電腦去 這叫做USB的IC 那如果你要還出的話 可能要加一個HDMI的TX 在早期啊這些 IC廠商沒有做整合的時候 你要做擷取卡 你就要分別找這麼多的廠商 通常我們那時候做的時候會找這個 黎然半導體 那這個是那個韓國的Ending 這個Audio可能找什麼 一些 什麼台灣的一些做Audio的一些IC廠商 然後還有一個MCU 這個USBBridge啊 可能會找什麼松翰啊 或者是 Sound Plus啊 反正啊那時候全部都要串在一起 我們那時候做出 第一代的USB3.0截圈就長這樣 你看什麼都串在一起 就是這個圖啊 全部弄在一起就變這樣子啊 直到2020年的時候 有家廠商 中國大陸的哦 很厲害 紅金河北微電子 你眼睛看到這些東西 他全部都整合成一顆 這樣子 弄成一顆IC 自從那顆IC出來之後啊 你可以在淘寶啊 或者是在一些拍賣平台 可以看到很便宜很便宜的擷取卡 100塊台幣的擷取卡就有 他的樣子大概就長這樣子 有一個黑色的殼 他在2020年的時候做出的是USB2.0的 2022年的時候做出的是3.0 也就是說啊這個地方 換成3.0這樣子 我在猜啊 圓剛的這個313Pro這個產品 會不會用到的是 紅金河北微電子的這個3.0的IC MS2130 因為那一顆IC啊 他具有高度的整合性 那 如果你把那個IC單獨做出擷取卡 那當然就是垃圾賣 你在網路上面呢看到這個 MS2130的這個擷取卡 大概是20塊人民幣就有了啊 那2109大概就15塊16塊啊 你要找便宜一定撈的到 那我在想會不會用這一顆IC去做出來的 那我要怎麼證明呢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在那個網路上面抓到這個MS2109 跟2130的這個開發板的這個工具 一個軟體 那麼第一個我就想到說 我先把這一個 我們家以前做出來的這個2.0 IC 把它插進去 然後那個那個 那個開發板啊 他需要輸入你的那個什麼PID VID嗎 那很簡單你就去控制台 去滑鼠右鍵你就知道說 這個產品他的PID VID是多少了 你把那個PID VID 抄下來之後 再打開那個軟體 然後再把這個PID VID把它打上去 那如果可以連線的話 表示說 那個IC就是2109跟2130的某一顆 結果第一個做實驗是這一個 這個是用那個 3 plus做出來的 當然是無法連線嘛 那很好玩的是 當我用這一個 圓鋼的這個GC313 Pro 連接到電腦的時候 我把那個PID VID抄下來 然後再用那個Tool把它連接 哎連接的進去 那我們再做個佐證嘛 這個大概這個IC是MS2130 我也把他PID VID抄下來啊 然後呢 我把這PID VID也把它弄到那個 開發的那個軟體上面 他也可以連接啊 所以啊我就可以證實說 這個圓鋼的這個IC啊 應該就是用MS2130 系列的 因為2130沒有帶環出 2131有帶環出 就是插在這邊啊 這樣才可以做出我們的體積小嘛 把HUB 還有把我們的充電器 什麼都整合在一起 如果你用台場的這個IC的話 你可能都要多串了很多顆 台場的很多IC啊 他們很奇怪就是要串 人家 中國大陸就只有一顆搞定了 你也不能怪大家又用中國大陸那一顆 因為那顆實在太好用了 你不懂得累要的人都會做出來 那很簡單 因為這電路丟給你就可以做出來 那以前你要搞這個東西啊 你這個 哦 你每一個地方都要找他們的韌體功能去配合 這個很難搞的 自從那個IC出來啊 我覺得每一家廠商都已經打了慘慘的 但是我們又不能夠做那一顆MS2131 直接做成這樣的一個產品出來 這產品的話就會輪為是 20塊30塊的這個人民幣的這種價格佔了 所以你現在想想看這個圓鋼這個氣化 這個GC313 Pro這個開發氣化的邏輯 你可以想的出來吧 他應該要把 所有的一個功能全部都整合在一起 你說難聽一點就是把 殺尿蝦跟那個 牛丸全部整合在一起變成殺尿牛丸嘛 這這也是個創新啊 這個年代已經沒有辦法 分別的做出一個很厲害的產品 已經沒有了 已經告別那個年代了 像我們以前在2021年那個年代 我可以創新做出來一個 全世界第一支的免區的HDMI接觸卡 因為那時候的廠商都沒有把這些IC整合在一起 你做出來就是你的功夫了 這年代已經全部整合在一起了 你再去繼續做這種東西就融為價格佔 所以原來他把所有的這些什麼HUB啊 充電器啊 還有將擷取卡全部整合在一起 這樣的想法是對的 因為整合的價錢 絕對會比這個分離的價錢來的好 而且這也是個創新啊 我們要值得鼓勵啊 那麼未來我們這些直播設備或視訊設備 也是會朝這方向走 你單純只是做這個擷取卡的這種東西 就淪為這個20塊30塊人民幣的這種 這種價格佔了 這個就沒有意義啊 做心酸的 你賣一個 你大概就是賣一個便當錢而已 有什麼好賣的 那麼未來我們在做這個視訊設備 在做開發的時候 一定是做整合 我們舉個例子做整合的例子吧 比如說你要做SDI的擷取卡 你以前啊 你可能要串來串去的 甚至要兩個就搞定了 怎麼搞 你就前面抓一個是SDI轉HDMI 將SDI訊號轉的HDMI HDMI轉出來之後 再連接這個HDMI轉UVC 就是剛才講那個 中國大陸合肥微電子MS2131 這兩個做出來 是不是就變成SDI的擷取卡 你中間的轉換的一個媒介就是HDMI 這就做出一個創新的產品了嘛 就是一個整合型的嘛 你就不是輪為這個 20塊30塊人民幣的這種低價佔了 我的意思是說啊 未來的這個視訊設備 或者是直播設備產品 一定要朝這個方向去走 如果你只單純拿這一顆去做一個產品的話 是沒有創新的 而且成為這個me too 戰 沒有什麼好玩的 一定是要這樣整合 我剛才只是隨便舉一個SDI轉UVC 如果你沒有這一顆MS2131的話 你可能會串的老半天都串不出來 很麻煩的 你今天有這個愛心出的話 你就只要串兩顆 這個很容易拿到 然後呢再加這一個 這個是現成的電路 馬上大概一個月內就可以搞定SDI的擷取卡 這個年代就是要把它 所有的東西整合在一起 把包裝成跟 擷取卡不一樣的形式的東西 這樣就是你的價值了 我們由圓鋼的這個GC313 Pro 給我們的啟發就是這樣子 這未來的年代是怎樣 就是 殺尿蝦跟牛丸 參在一起做殺尿牛丸的概念